哈囉 大家好 我是Ria 這一集的拍攝是2023年的第一集 所以在這裡祝大家2023年新年快樂 希望新的一年大家都可以平安健康 那在去年2022年發生了非常多的事情 國際間也爆發了糧食危機還有能源的危機 而且去年也發生了 我相信那一天大家都非常的印象深刻 之後又陸續發生了動物觸電事件 我們都很有共識吧 就是這樣的事情只會不斷的發生 不過現在終於有一個機會 可以讓你在家裡有一台小型的儲電站囉 雖然說是小型 可是它的容量最高竟然可以到 除了可以讓你在家裡有一個緊急的蓄電備用 也可以移動到戶外去做使用 所以非常的方便 而且是台灣數一數二大容量的大型行動電源 那我們今天邀請到高宇能源新創團隊 執行長RioNet 要來帶我們仔細的認識一下 歡迎RioNet 哈囉大家好 我是高瑜執行長RioNet 當初為什麼你們團隊會想要做這樣的產品 其實我們本身的研發團隊都是做電池模組相關的 那我們看因為現在的綠能趨勢 整個ESG等等的 其實它都需要這個綠電來去供電 可是綠電它事實上是一個很不穩定電 它必須要一個儲備它的能量 我們可以更好的去利用 因應台灣其實大家很擔心未來的這個幾年 可能台電會缺電 因為台電目前常常會虧損等等的 普遍市面上的這個容量都稍顯不足 所以我們才希望說可以推出一個比較大的容量 可以適合整個家電 甚至還有整個這個 屋子的這種儲能系統這樣子 那我們全部這個儲能系統都是由台灣自己的生產設計打造 像說你在市面上去搜尋這些 很多都是大陸製 那維修上面其實是非常的困難 那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你們團隊到現在大概多久 我們高年級成立到現在大概有六年 你們團隊大部分都是年輕人 看起來了 那今天呢 Leonet的儲能系統要來幫我們仔細介紹 這一台可以移動式的巨瘦型的儲能電力站 我們要來開箱實測還有拆解 我們今天會做簡易的拆解對不對 是沒錯 話不多說我們就來進行吧 我們這台巨瘦級移動站呢 主電源是在它的背後 背後主電源開了之後呢 它就開始待機了 待機完之後呢 前面的這一個每個區域 它都有一個電源開關 在輕觸的話 呈現這個藍燈就代表說Pole已經開始運作了 那我們主要有分為 交流的AC插座 還有這個DC的USB 以及12V的直流 那還有一塊呢 是這個車充12V的 那我們是用車充的這個接頭 另外一塊 你對這台T5000充電有兩種方式 一個是你可以接這個太陽的面板 最多可以接到500W太陽的面板 另外一個就是直接接這個4電 那我們充電的充電電力是最大是在1000W 機器的背後這邊呢會有一個主電源 先要把這個主電源的開關先把它打開 再看你需要使用哪一個這個區域 比方說這邊是這一個交流 110V的交流區域 再按一下這一個下面有一個電源開關 按下去之後它就開始做一個開機的動作 這個螢幕是什麼LCD的螢幕 這個螢幕主要是這個LCD螢幕 它主要是顯示這台機器的所有的狀況 包括電池的容量啊 你還可以使用多少時間啊 輸出多少功率 充電多少功率 然後這邊有比方說110V 60Hz 就是這個交流電的資訊 那我們還有這個220的款 就是看使用者去做一個選擇 是說這一台是110嗎 這台是110 那你也可以選擇220 這邊是一個直流的12V 因為我們有一些這個錄影的一些小配件啊 很多都是這種已經做這種插頭式的 那12V的直流 它其實這個整個效率會更好 那另外呢這一整面呢 都是我們USB一個輸出 你可以同時充這一個8台手機之類的 所以是非常多的這一個輸出口 它的容量是5000W 它的輸出功率 這台容量是5000W 那輸出功率的話是2000W 持續 持續 那最高呢 最高可以大概兩倍 可以到4000W 最高 4000W還蠻高的 它是正懸波 這個交流輸出其實就是 像試電一樣的這個純正懸波 那純正懸波的好處就是 對一般的這個家電啊 都不會有任何的這個損害 因為它就是模擬試電 那如果不是的話 像有些比較重力的這些馬達 比方說吸塵器啊 如果不是這種純正懸波 它可能在使用上還會有一點問題 電池也是很具安全性的電池 磷酸鐵離電池 對其實磷酸鐵離電池 其實目前其實越來越多人知道這個東西 像這個特斯拉的電動車也全面轉換成這方面的電池 因為這電池第一個比較安全 不會起火爆炸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它的使用的說明是非常長的 像我們這台 經過我們這一個電池管理有設計完之後 其實它可以使用6000次的這個充放電循環 所以十年幾乎都不會換 兩年保固十年保修 兩年保固十年保修 所以想必你的團隊大家都對這個非常的有自信 是是是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看實際測試的功率囉 我們要來做測試 所以我們擺了非常多 大家最在意的就是吹風機 因為吹風機它的最高功率可以到1500 那有的你如果是小型的行動電源在戶外在使用 很容易就會突然跳電 或者是它不能跟其他的電器是重複使用的 那我們現在要來實測它是可以重複使用的 我們先從最簡單的就是手機 對然後手機的話一樣就是把它插入這個 手機做充電 然後我們手機就擺著 然後我們會陸續的實測其他的 可以同時充電的狀況 這樣我們同時是充三台手機 這邊可以看它現在使用的功率多少 有 現在是使用三台手機它現在是使用的15W 那我們現在要繼續電鑽嗎 可以啊 真的嗎 可以啊 它可以同時充手機又要充電鑽 我有點害怕 如果你想要單看這一支電鑽的功率的話 也是可以的 那我們現在就是測就是它可以同時使用這樣 它是插這個這個地方 對對對 我剛剛看到最高功率是700多耶 對啊 我這支有到700多 有啊 我自己用電鑽我都 喔對它上面會寫喔 欸真的750W耶 我自己有在用這些東西我都不知道它的功率 好 那它看起來是沒有問題的 我們現在要 這一台是什麼 烤箱 烤箱 等一下我們有東西要烤嗎 沒有 沒有面包拿了 我們現在就示範一下 烤箱現在插上去的功率 哇這邊跳1000了 對啊對啊 它現在實用是1000W 剛剛最高有跳到1000W 好 那我們現在繼續 我們是在它 同時1000W 我們還要再放心 可以啊 所以我們現在要繼續把吹風機藏上去嗎 可以啊 我有點害怕 我沒有這樣測過耶 可以沒問題了 真的假的 這5000W 這個可以到2000啊 你看現在1500了 它這是那個小段的 它這個是高段的 有沒有 它這個是所有電器的累加嗎 對對對 我現在是1900 對 你說最高是多少 2000 2000 所以不能再差了嗎 它已經極限了 極限了 而且真的滿厲害的耶 所以其實就是對一般家電來說是非常夠用 是還滿夠用的 而且它其實螢幕這邊會顯示時間 就是你這一台機器 剩餘的電量可以使用多久對不對 對 在哪個地方 這邊 這邊有一個時間點 2.5吋 對可以告訴你 你現在使用的這些瓦數 它是可以耗多久 因為現在的電量大概87 測一下這一台吸塵器的功率 是1000多瓦耶 然後它吸塵器可以吸 7個小時 我幫你吸一下 這個還滿乾淨的啊 充電是顯示在左邊 它右邊是放電 喔這邊是充電 對對對 這邊是放電 所以現在手機呢 放電是12瓦 然後現在充電是1000多瓦在輸入 對 我這邊跟你講多久可以充電 所以現在要7個小時 0.7 0.7個小時 因為87% 好那我們這一part就是要來進入拆解了 然後從哪裡開始 外殼 對從外殼拆 外殼左右兩側就像電腦記憶殼一樣 其實是很好拆的 往上它其實 這一邊也是嗎 對對對 其實往上一推它其實就開了 欸 那這個殼的材質是什麼材質 都是金屬的 金屬的材質 它是鐵嗎 對 這個重量有點像是鐵 對它是鐵 然後再噴漆上去的 對沒錯沒錯 這主要是我們其中一個這個主控器的電路板 做一個DCDC直流的一個轉換 讓攻擊 比方說螢幕啊等等啊 這些動電 對 那我們上面也有這個保險石 那我們採取這一個隔離變壓器 電力與電力之間呢是做這個分隔的 那如果一側有問題的話 事實上都完全不會影響到另外一側 對 這個就是電 然後這邊就是 整個USB系列 C5D的電力板 這邊就是那個 AC插座這樣 然後其他的話 像這個就是整個螢幕的模組 它整個排線全部會接到這個主控板 這個的話就是逆變器 逆變器在哪裡 這這裡面 這個是電池 對下面 下面這兩層都是電池 總共有16顆 16顆的電池 對 因為我們這個變壓是48V 這個是用在比方說整個後天 來用更大的這個容量 那這個就需要去做一個施工跟配電 那這個是一個基礎的配電盤 那這個是我們示意說 如果你有電表的話 我們可以量測整個家裡的熱電的一個情況 然後事實上裝的話 主要是會有一個配電盤 那這個是其中一個配電 那它主要是會把這個 試電跟我們這個儲能系統的電 做一個切換 也就是說當停電的時候 透過這個的話 它可以把試電完全斷開 這樣避免說電力倒灌的問題 那這個的話其實就是一個 整個的電流的這個逆變器 我們講的PCS 它主要可以控制太陽能 然後把這個儲能的電 線轉成110 然後還有這個4電 做這些的調控跟PK 這台出力是5000 那太陽能是這個6000 然後這個是10k瓦的一個出能系統 那它其實裡面也是用模組來堆起來的 那裡面大概長這樣 每一個其實都是這個電池模組 因為在我們裝配的時候會比較方便 然後利用這個電力線做這個串進階的動作 那當然我們上面會有一些 簡易的控制器啦 比方說電子管理系統 還有一些簡易的這個回修看管等等 它正常的話 它可以提供整個這個屋子 比方說透天處等等 一到三層都可以 這個大概可以提供 比方說大台的冷氣 4000瓦的冷氣 可以使用大概1到2個小時左右 那小台冷氣的話 我們就是建議可不可以裝 兩台冷氣在這上面 它可能也可以用大概2到4個小時 那這個地方呢 就是一個小型儲電系統 一個小型的展示區 然後從剛剛RioNate有介紹 就是從一開始到 然後太陽能蓄電嘛 一直到這裡 對然後我們今天的這個巨瘦型的移動儲電站 它是all in one 它就變成一個更小的可以讓你方便使用 等於是這一台加這一台 把它整合在一起 這一台加這一台 現在的家庭也可以自己裝這個嗎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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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時代已經可以自己裝蓄電了 北中南其實已經裝了不少部 真的嗎 對 所以你們也有這個服務 有有有 那個家裡缺電的 如果你覺得5000瓦不夠用的 可以找RioNate 我們可以裝這個更大型的 現在的時代就是你自己家裡就要有準備 因為不要起窮是政府或是誰幫你 那如果你可以自己做一些準備的話 如果有緊急的事件發生的時候 也會比較好 那這樣子它最高是可以使用到多少的那個 這台是可以到5000瓦 所以一般的大型這個冷氣都沒有問題 這個是10千瓦的容量 10千瓦是1萬嗎 1萬 對1萬 所以這樣加起來是1萬5嗎 兩個不能這樣直接加起來 真的嗎 容量一個是出力 所以不太一樣 所以這樣整套下來是可以最高到1萬 1萬的功能 對 然後我們接下來還有很重要的 既然我們稱之為智慧電網 對不對 我們已經走到時代的尖端 手機APP的連動當然不能少 這個就是我們一個 後台的這一個數據顯示 這個裡面就是有包含 我們整個數據的一個狀況 它包含了這個太陽能 還有電池熟能系統的狀況 還有你的整個用電的一個狀況 那都會顯示在這個 我們的後台一個管理界面上 那這個是方便我們做這個 後台的這個使用管理 那當然 一般的使用者他可以 可以也知道說 他到底整個家裡用電的狀況 我們會把這些數據 透過我們手機APP 傳到這一個手機上面 我們手機呢 就是輸入進去之後 四個AC插座 所以你四個AC插座 你都可以去做這個圓端的開根管 然後也可以去做一個定時 那這邊當然也會顯示 使用時間啊 電池的容量等等 然後還有這個歷史的使用數據 就是會把這個上面的這個圖表 轉成手機的模式 讓使用者可以清除 知道自己的狀況 除此之外呢 我們還有一個這個 自己設定的模式 你就是可以設定說 你什麼時候要充電 什麼時候要用電池的電 什麼時候要用試電 你都可以很容易的在這上面 做這些這個設定 就是這樣的居家儲能系統 我今天是第一次聽到 所以這個東西到底 什麼時候開始有了 其實儲能系統這個概念 在歐美還有日本和澳洲 事實上已經非常的普遍跟流行 那台灣是從去年 停電之後 然後這個媒體就開始關注這個議題 然後再加上未來可能會缺電等等 事實上其實 大家已經漸漸的認識這個產品 但台灣這個市場還是很早期 就是還蠻早 就是其實沒有太多人知道這件事情 是 所以我們也希望說 藉由這一次可以讓大家更能了解這些東西 我們這一台巨獸的儲能電力站 是在台灣也是數一數二 我們是很前衛 就是在很創新的 是 我們是會在挖杯上加 對我們首發會在這一個挖杯 會用非常非常優惠的價格 讓大家可以去擁有這種 對那大家就可以去關注 然後有機會的話去可以有找鳥架 對對對 對 所有的資料我會放在資訊欄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呢 記得去點一點喔 那這支影片就到這裡囉 掰掰 掰掰 欸還蠻堅固的欸 好謝謝 這真的蠻黏的